没想到烤鸡居然还有周种吃法 先给全鸡简单的去个谷 加入屏幕上的腌料 腌制两小时 龙虾肉剁成香泥 加入黑胡椒盐 调味 蛋清增加粘性 装进裱号袋里 举成长条 一定要剪到了定型了 这方面 龙虾味焯水去壳 简单的用豆瓣酱炒香 再来点青红彩椒 洋葱末增加香气 龙虾肉倒入鸡腹中打底 插上烤好的虾条 四只要包上西折 要不容易烤糊 这按圆滚滚的也太可爱了 再来做一杯喝的 用到的是今年大分收 纯甜无酸的阳光玫瑰 脆爽的口感带着微微的玫瑰味道 而且每一颗都很饱满 有光泽 现在急需打开路子 准备了1000斤的阳光玫瑰 放在多多上面 我要来的食吃名额 足足500个 点我评论区 只点链接就能抢啦 都是原厂地新鲜摆好的 还有这整箱八河的 海底捞滋肉火锅 什么口味都有 马拉嫩牛的卤牛肉料 超级足 深夜吃 少熟一身汗 谁能拒绝 冬日里的一顿小火锅呢 快去我的评论区点点点 你们点开还能看到链接 就是还有试吃机会哦 不到一杯奶茶酱 烤鸡烤好啦 微焦紧实的鸡肉 牢牢地包裹出了虾滑 肚子里面还有满满的虾尾 作为惊喜 再来一口洋瓜玫瑰柠檬茶 可爱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